已經來到這個等級 兩三百萬 你先去買 你先去買一個Toyota的Mark 感覺怪怪的 真的假的 所以我也沒有買過Toyota的車 大哥你這樣子 這個是女友視角 等一下等一下 真的是女友視角 我覺得第一台好像有一點重 應該是Alpha吧 你覺得比較重的是Alpha 第一台是Alpha 那第二台是什麼 第二台是有M 我真的覺得沒有什麼差 那你覺得聽起來有不一樣嗎 對 聽起來一樣 這個節目 我會送你 你會送你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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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紅達來收市 我是黃座山主播長 我是柏宇 今天呢 來到台中 要來收一台 算是 路上 能見 但是你看到它 絕對想要離它非常非常非常遠的車子 就是Lessus LM的車 跟Alpha很像的車 對 跟Alpha很像的車 那今天我們的主題就是 究竟為什麼 這些有錢人們 明明差不多的東西 硬生生要加個九十幾萬 接近一百萬 為什麼 就是花了九十幾萬多買那個Lessus的logo 我們今天就來給大家看一下 究竟Alpha跟LM 究竟差到哪邊 可以 值不值得 划不划算 好不好 其實你在路上你看到Alpha 你也不會覺得它就是一台Toyota的感覺 就覺得這應該上面都大老闆 但是為什麼一定要捏這個 因為它塑造的形象 對 已經有點比較高 LM又更高更高 對 那今天也來到台中那邊 順便等一下 採訪一下車主 沒問題 看看究竟買LM的人 他都在想什麼 好 好不好 那我們等一下簽完車之後呢 我們就回到台北 那我們也準備了一台Alpha 今天就是要來給大家大對決一下 PK一下 好不好 錢都準備好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 OK GO 今天來到這個粉絲家真的豪宅 非常非常的浩客好不好 那我們來參觀一下很特別的東西 我們也常常看什麼客廳什麼 弱了啦 家裡面有六滑梯 沒錯 蓋涵欸 哇靠欸這個 大嫂這個姓氏丹 他說這當初 欸這是木工作 我嚇到欸 我以為說 那就是可能什麼 買個幾千塊錢現成的 塑膠的擺在那邊 對對對 他一起跟我說我可以做 整套跟房間一起裝潢過來的 一起裝潢喔 而且他說現在要馬上先做一下 對對對 欸他靠北他說九萬 他就要那麼壞 哈哈哈哈 這個他對於品質很有信心 所以就讓你這個破百的 他現在不講話 來試試看 靠北我什麼破百我九十號 九十號 沒有他剛才說他 他不講講話我就先講 說壞掉就蓋瓜不負責任 哈哈哈哈 彈到我這樣子 爸 你也要剩三個嘛 不好意思啊 你先幫自己未來的小孩 試一下這個六滑梯 你這樣子剩三個家裡面要有六滑梯 是誰有辦法 哈哈哈哈 欸這真的很酷欸 我不要超抖 欸真的很酷欸 好啦來做一下 欸這個其實很抖 你不覺得嗎 你覺得很好玩欸 我覺得這個超抖 可是我還要再玩一次 哈哈哈哈 我覺得有這個可能性喔 好來準備喔 三二一 看你有點空 哈哈 喔喔喔喔喔喔 欸真的可以 屁股有點痛 我們等一下去地下室看豪宅了 不不不看豪車 看豪車了 OK 單個車很多 看等一下能不能灑難一下 好多賣幾台 沒問題 應該是有四台車吧 哈哈哈哈 等一下去留下看一下 多開箱幾台 好啦來到地下室了 今天本篇重點來了 白色的LM 沒錯 而且我跟你講今天這台車 呃配備有什麼就不用介紹了 因為我們等一下會解釋 主要想要帶大家看一下 車子的狀況 因為我覺得這個 吳大哥他算比較特別 他不是大家想像中的那種 黑道老大的感覺 哈哈哈哈 我這樣講可以嗎 在路上剛剛這車 你不會想到阿尼蒂嗎 有有那個 會吧 而且我們又在台中 對不對 哈哈哈哈 他說旁邊有馬沙拉蒂 但他說他不是喔 所以我覺得這台車的重點就是 我上次來看我又覺得 我比較喜歡的一個點就是 他全車就是 車上不會有煙味 或是說不是那種 商務人士做的 可能車上會有 頭鞋起去罐罐的東西 對的東西 它就是單純家庭用的車 所以其實基本上 內裝雇的蠻好的 他是頭批的 跑4萬5000公里 嗯 其實比這個車來講 算蠻少的 這個車你現在 隨便找個跑個七八萬的 應該是還蠻少的 通常這種商務車 就是趴趴走那種 對 好啦 那等一下佩佩回去介紹 那我們現在來到就是買LM的車主 究竟都在想什麼 難不成他一直這麼會賺錢 他是空的嗎 九十幾萬 直接丟到池塘裡面 直接噗噗就沒了 為什麼他不買阿爸 好不好 我們來訪問他一下 有幸訪問到吳大哥 粉絲捏 對對對 歡迎 粉絲還有準備肉圓給我們吃 你看 三百多萬的肉圓 你看多貴啊 我幫大家好奇問一下 就是說吳大哥你這個 他不過大概三年前買的耶 對 第一題 一上市你就去訂了 應該是一有消息的時候我就去訂 你連車都沒看過 對 那你當初去訂的時候 當初是七月就訂了 然後一直到隔年的四月交車 你2019年就訂了喔 2019年七月訂 2020的四月 就三年前的時候交車 那你當初都沒有想要買阿法嗎 因為家裡小孩比較多 覺得要買一台這種箱型車 已經來到這個等級 兩三百萬 你再去買 你再去買一個Toyota的Mark 感覺怪怪的 真的假的 因為我也沒有買過Toyota的車 大哥你這樣子 你這樣 好啦人家就真的沒買過啊 應該是說 因為你當初買這台車 你沒有看實車嗎 你有沒有曾經想說好奇說 啊靠阿 Alpha跟LM都長一樣 那我們來去看一下Alpha是車長怎樣 你有去看嗎 沒有 所以你完全連考慮都沒考慮 沒有 因為我車輛的持有不會太差 那你不會覺得多90萬 就是好像沒有什麼差別 不會啊 賣的時候也會多90萬 喔 哎呦 他講到重點了 他好專業喔 好啦 我們公布 我們收購金額啦 我們收購給你收購多少錢 胡大哥 318 我們這沒有在做Sagura的啦 多少就多少 真的就318 可能沒有到多90啦 但是多個70公里應該是 當初覺得反正賣的時候也有多就對了 一樣啊 你買貴 賣的就貴 這個有錢人的思維 比較不一樣耶 忽然照這麼說 我覺得好像也蠻合理的 你自己有沒有點好意 不是 因為你照這樣子說 你這樣賣等於說 你開這三年多花個20好了 你一個一年也才多花6萬塊 我們哪有在意這6萬的 對不對 那310就好了啦 就是想要買LM就對了 對 你是不是都喜歡買DEP的 對 來 我們順便給大家 這個可以看嗎 可以可以看喔 可以看 給大家看一下 欸 葛梨卡琳 欸 我一直在敲碗這台 葛梨卡琳 敲碗想收對不對 收了 我跟你講 你現在不用敲碗 你敲車 敲一下他就要賣了 沒有 你就要買了 對啊 我就買了 我們就收走了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 也是最新款 欸 大哥也是去年就交車嘛 對 去年 那就全台灣DEP 因為全台灣DEP 這個車DEP就是去年過年前交 好不好 全新的 然後他這個內裝 是長得很像很像那個 法拉利最新款的感覺 然後都是電子鎖 我要忘記幫大家問 大哥是要換Model X才換嗎 對 大哥蠻喜歡特斯拉的 你問候群大哥會 怎麼樣子開這些車 你靠到他了 他的臉很真 他的臉很驚訝 沒有 完全沒有 就人多 可能要再加一個父母親 那就會開很容易 自己平常出門就開特斯拉 你最喜歡 最常開特斯拉 對 我還是喜歡特斯拉 可是因為我忘記跟大家講 因為大哥家裡面有那個庸人 所以他們平常兩大三小 再加一個六個人 所以這台車對我來講 是剛剛好 對 這買了M之後有做過 或是開過他嗎 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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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沒關係 那我回去我們來比較一下 如果再給你選一次 你還是會選Model X 當然 你這麼巧不起TOYOTA 不是 我有他不是有那什麼 Supra B&W不是有Levo 對 雖然價格有差 但是像我還是會買B&W 對 我還是不會去買TOYOTA 我覺得第一點是貴買就貴賣 對 你整個持有的過程 沒差多少 就不一樣 嗯 我大概明白他的意思 他是 比較理性 會精打細酸 所以他會去看說 中間折舊是多少 對 他不是單純覺得說 我當初就多花90 其實這真的還蠻專業 這我沒有想到你會這樣回答 你是念財經系的喔 還蠻專業 照他這麼說 我覺得是 還賺錢 算蠻理性 好了 那我們要先回去台北 我們也準備一台也是白色的Alpha 如果要是LM不好 我們等一下要開到車裡 全海全海全海 好啦我們牽回去台北 Go 好接下來LM從台中牽回來了 哇今天來玩一個很色很刺激的 我是想說把他們兩個的眼睛蒙起來 分別對於這兩台車子去做一些評比 你會設定很多東西讓他們摸 讓他們判斷哪一台車是Alpha 聽聽 哈哈 痴痴 主意到底是誰想出來的 我想 我想說第一個是開關門的聲音 喇叭的聲音 摸一下皮 聽喇叭 聽音響 讓他們坐在第二排 感覺哪一張椅子比較舒服 那開始介紹之前兩位美女 你們知道哪一台比較貴嗎 你不是不熟玩你知道嗎 LM比較貴 哇靠 你連這都要想喔 這有點尷尬到喔 好啦反正就是LM 那你知道貴多少錢嗎 那貴兩百 價值觀偏差到 兩百三百萬 你不要講那兩百三百萬 你知道貴多少 應該一百多 差不多 90 這個當初是373 這個20頭那個時候應該是在 27多 28多 大概差不多那個90幾 差不多接近100 究竟這兩台車差了一百萬 有沒有那個價值在 如果是你 你覺得呢 以我這外行的來 對外行 越外行越好 外行的來說的話 我覺得 差不了多少 你覺得呢 你覺得光外觀這個一百就值了嗎 我覺得外觀他就好看 真的嗎 他覺得外觀那一百是可以接受的 完了我覺得我天生就是開頭塔的命 我怎麼覺得這比較好看 只有你在想內衷 大家一看外觀就覺得就直接傻了 你覺得外觀很好看啊 我覺得都一樣 我覺得會選擇那兩款車的人 那其他會選擇LM的等級是什麼 一定就是董事長啊 那這個呢 尷尬了 尷尬了 回答趕快回答 我這個人你自己 這個是那個啊 就是兄弟車 哇 其實這個 高級兄弟車 憑價兄弟車 對決奢華兄弟車 我們標題想好了 真的就這個 我們今天那 這兩台車都是高質感 而且兩台車都沒有嚴問 而且兩台車都剛好跑四萬 所以我跟你講 這兩台車子 我跟你講如果有電視機好朋友們 欸奇怪 那兩台車如果 年分差很多 以分差很多 那你們一摸一摸的 沒有 兩台車都跑 這台跑四萬六 這台跑比較多 這我剛才看他是跑4萬3 非常不多說 直接 直接開摸 什麼喇叭什麼都給他摸下去就對了 第一個先在車外聽喇叭 先摸喇叭好了 然後再摸音響 什麼摸喇叭 聽喇叭啦 聽喇叭 不不不 聽喇叭 我真的沒有要講 其實我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第一個聽喇叭的聲音 第二個聽開關門的聲音 第三個摸皮椅的 第四個去後面坐椅子 第五個聽音響 他把眼睛蒙起來 讓他摸什麼他也不知道 你想給他摸什麼 我說摸其他台車 摸其他台車 要不要去摸 先轉好 對 快速轉 這樣子快速 再快一點 快一點 快一點 欸 你的手在幹嘛 主意到底是誰想出來 我想 好我們第一關先來聽一下 哪一台喇叭的聲音是Alpha 哪一台聲音是LM 第一個 三二一 好換到我們的第二台 三二一 請問哪一台是Alpha 哪一台是LM 真的沒有什麼差欸 我覺得第二台是Alpha 妳覺得第二台是Alpha 喔 那妳有 妳是亂猜的嗎 這應該是亂猜的吧 亂猜的 沒有根據亂猜對不對 喇叭請問要怎麼聽我 真的不太會 哪個喇叭比較高級 哪一個喇叭比較低級一點 比較有品質的是第一台 那我們第二關開關門的聲音 妳就站在這裡喔 好 好 這是第一台 第二台 來囉 我覺得第一台好像有一點重 應該是Alpha吧 嗯 妳覺得比較重的是Alpha 第一台是Alpha 那第二台是什麼 第二台是LM 我確定有第二台嗎 我真的覺得沒有什麼差 恭喜妳 答對 欸兩關都答對 欸兩關都答對 怎麼會這樣 這個說純粹運氣好也是 對啊我在這裡 他應該是運氣 對啊我真的有認真到喔 好 我們第二位白老鼠 這很重是不是 不是 有點晃 來準備喔 我們的一號選手 來三二一 來二號選手 三二一 一號選手是哪一台車 這台是Alpha 你有什麼根據 我是相信我的那個 方向感 欸那妳覺得聽起來有不一樣嗎 對聽起來一樣 他興奮什麼 這一集到底有拍了什麼東西 好 好 摸開開 關 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他門的扎實度 我再看 我痛 所以摸就是Alpha 好再來看第二個 好在這邊 在這邊 一點點 這一末就是LM 妳要不要再趕 不要了 不要了 那妳覺得LM是不是聽起來有比較沉一點 沒錯 對 如果我們這邊聽起來的話是有比較有比較空一點這樣對不對 有 所以感覺得出來 感覺 感覺 喔 很煩喔 所以九十幾萬還是有差嗎 有差就是一定怎麼買都是LM 好 答案接下來喔 兩台都是Alpha 是啊 兩台都是Alpha 所以一末就是LM 欸我突然害我也很想玩 下 然後Apple妳去車上 等一下按喇叭 等一下 等一下 來1號選手 3 2 1 好來2號選手 3 2 1 1 4 我覺得這影片企劃實在有點太爛 那怎麼一樣啊 這哪聽得出來啊 我覺得第二個聲音很尖欸 那是怎樣 很尖 我覺得很尖應該是TOLOTA 因為第二個聲音有點太尖 那種感覺很廉價的感覺 感覺很像那種廉價跳彈的那種聲音 你知道那樣 確實是滿廉價的 嗯 好第二關 第二關繼續轉 靠杯喔我會撞到啦 為什麼這救護車離我好近的感覺喔 好 好 第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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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仔細喔 應該有差 應該有差 這應該是LM 為什麼要是LM 我覺得第一台是Alpha 我覺得這比較有空的感覺 比較扎實的感覺 我可以揭曉啦 可以揭曉可以揭曉 其實兩台都是Alpha 靠北喔 你們不能這樣啦 所以目前前兩關是 兩個大家都覺得一樣 第三關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是平移的那個 我們已經把車移到我們 另外一個走道那邊 為了不要讓他們計那個方向感 總監要先坐哪一台 我們先坐第一台好了 第一台 可以上車喔 還這樣看不到上車真的會很可怕耶 撞到了 好 你腳踩著 好好好 椅子都中了 好像在扶中風的阿伯 右腳往上 右腳往上 那是左腳右腳 好 右腳往上 往上踩 你們是同一台車 你們是同一台車 先讓他們摸一下這個皮質 摸一下皮質喔 感覺一下喔 感覺一下這個座椅的舒適性喔 好 來來來來 我等很久了 來 來來來來 這個是女友視角 等一下等一下 這是女友視角 白癡喔 左腳踩左腳踩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看你屁股太大了 你偷人去偷人去偷 我可以阿 腳踩上去 右腳踩上去 好好好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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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頭頭頭 頭在低一點 頭在低一點 感覺得出來嗎 皮質的這種滑順感 柔順感 比較細膩度啊 321你要一起講喔 3 2 1 阿法 那我先問你為什麼你覺得第一台是阿法 我知道LM的它的椅子好像是比較軟一點 然後我摸到這邊它 它這裡很軟 你現在坐的椅子比較軟 比較軟 對所以我覺得這台是LM 這個中控的感覺有一點廉價 所以它應該是Toyota 另外一台的中控有比較好嗎 它有兩個杯子 有杯架所以你覺得它那個比較高級 對 好公布答案 第一台是阿法 欸它全對耶 很厲害啊 欸你真的有比較軟喔 有啊這邊很明顯 有啊 芯美你覺得皮摸起來差不多 欸真的這個很軟耶 其實這蠻不明顯 喔你說軟硬度很明顯 這個蠻不明顯 好啦因為我們這個音響 我們就直接讓大家聽好了 我覺得音響就沒有必要那個 直接盲測 我覺得可以直接聽 有啦還不錯 可以了嗎 要去聽下一台喔 好接下來來到第二台這個阿法 它這個車上是這個 JBL的音響 你再讓我多聽一下 是不是聲音比較悶啊 比較有一點雜的感覺 聲音沒這麼乾淨 所以那個是比較好 真的有比較好 所以90萬就是音響比較好而已 音響比較好 還有嗎 升級音響而已 欸認真好我們在這邊幫大家做個總結 總結一下好不好 你覺得 你覺得哪邊比較好 你覺得 椅子比較舒服 嗯 然後除此之外 你覺得其他差不多 欸它也都是兩個天窗而已 對 然後都是手動的 這次比較可惜 因為我們沒有上路試駕 我覺得隔音部分 有可能LM會再好一點點 因為正常高級車的話 原則上是這樣 它這個自動駕駛的功能呢 因為LM的比較新一點 所以那台有自動駕駛 但是阿法最新的也會有啦 但是因為我們這台目前是沒有 我覺得真的買LM的人 他可能也真的沒有像我們這麼無聊 去測試這麼多 去比較這麼多 我們今天只是趣味性好不好 他就有覺得真的想買LM的人 他就是覺得說 我的購車的預算就是到這邊 那我就是沒有再搞綠Toyota 我就是想買LM LM它的CP值好像比較高 那為什麼阿法還是搶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現在買阿法的 還是有滿大一部分的人 他們買來會升級 只是因為我們那個大哥 他不喜歡改車 你買那個阿法的 不見得經濟能力比較差 有可能你這樣差90 你知道嗎 他們現在最喜歡改Mona Lisa的大包 新空頂 大理石地板 航空座椅 有些東西改一改 破百耶 所以我覺得買阿法是 比較屬於就是那種 你喜歡改 你喜歡改那種自己的風格 如果你想要改的話 我覺得買阿法來改 我覺得比較適合 那如果說你是那種 不喜歡改車 你就一次攻頂的話 我覺得就直接可以買LM 因為那個就不太需要了 兩台的保值性妥戰率 都是幾乎一樣的嗎 其實幾乎是一模一樣 他們的引擎面書箱也一樣 好啦以上就是這一集的這個 比較特別好不好 如果有喜歡看這種蒙眼系列的話 以後長蒙給大家看 幫大家多轉幾圈 我覺得很刺激 多晃幾下 我覺得 你有考慮過我們的感動嗎 你有考慮過他們的感動嗎 你不覺得好玩嗎 你不覺得好玩嗎 還有Apple跟欣梅 這邊趕快 閃眉QR Code 加入官方LINE OK 顧車趕快來 掰掰 感謝各位粉絲 我們已經 10萬訂閱 再邁向我們下一個里程碑 20萬訂閱 不是夢 各位乾哥乾爸乾姊乾哥戰地 好我們訂閱起來 你們的支持 這是我們的最大的鼓勵 要買車要賣車一樣 找我們宏達國際 小老鼠 HONGDA 我們的FB 我們每天晚上7點到8點半 都會有直播 特價再特價 每天晚上3、5日 更新 我更不知道 你更不知道 感謝大家 今天就是這樣 訂閱起來 掰掰 訂閱大家分享喔 掰掰